我在新北市瑞芳的八斗子车站附近 有一家隐藏版海味 小店就开在铁柜旁 外观很不起眼 但游客路过时 总会忍不住多看一眼 因为店里头卖的是 Hen Lowa的小卷米饭 海鲜面 还有各式炸海鲜等平价料理 其中无刺白带鱼卷最特别 口感外酥内嫩的 是内行人才知道的好料喔 老板林茵来自大陆福建 当年为爱嫁来台湾以后 就此落地生根 带您一起来看她的故事 海浪拍打着岸边礁石 冷冷的天夹着绵绵细雨 但位在新北市瑞芳区 丁海工上的这家小店 人气确实强强盆 一份白带鱼 一份小卷 客人现在很多啊 比较忙 还好有老公小孩在帮忙忙 我一个人会忙不过来 小小店面作物虚席特别的是 就在八斗子车站提到自行车的铁柜旁 外头像是一般住家 有着可爱的彩繪墙面 里头竟是老涛常常抱到的地方 我觉得物超所思 我点的是白带鱼米粉 我觉得它的口感很鲜鲜 很鲜 它也没有加什么之后 吃起来 米粉吃起来QQ的 如果我们第一次是路过来吃的 后面就是一直会想要来吃的 因为我们比较里面嘛 比较里面的话有的人不知道啊 然后都是客人 一个带一个来 然后一吃就...就屌了 台湾说就是台语就屌了 老板林个性有点海叙 但端出的美味 比起一般店家size 就是还要大碗 不怕客人吃 就怕客人吃不饱 在海边住了二十几年 骨子里的热情海派 全都反映在了料理上 来自附近的她 她讲话还带点口音 但这每一道亲自做的小吃 都有着道地的东北较海味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靠海的啊 那个货源比较好捕啊 像我们白带鱼卷自己做 从按照摩自己做 那都很新鲜的鱼 照好的白带鱼卷不仅无刺 还美如一朵花 大人小孩都适合 可以安心大口吃 这颗得称赞 一早就贴心处理的老板 这个鱼肉留下来 这个都是骨头啦 对 然后这边这个 这边是肚子的部分有刺 要把它去刺掉 鱼肉取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趁新鲜 这样子趕快捡起来 捡了要冻 要让它冻 冷冻 对 要冷冻 要不然你这样子下去 全部散掉 它冻了之后 它肉会黏在一起 先冻过才能炸 零硬细心处理每个步骤 也因为过程很繁复 老公林德明 有空就会来帮忙 这个有新鲜的 随便煮都好吃 所以我们本来是用外面的 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剪 外面你那个鲜度 你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这个剪多少卖多少 有个客人来吃 吃完他 他说还要带生的回去 回去自己吃 我们炸都不够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卖 因为用进来被工耗食 让夫妻朗决定是限量贩售 火上地瓜粉就像一个保护膜 让现点现炸的白带鱼卷不干柴 口感外酥内嫩 让林德明自豪地说 这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鲜度 配上胡椒粉或柠檬汁 很是对味 口感很嫩 很新鲜 很新鲜 真的 我还没有吃过这一种的 每次我煮的是弄一节一节 有刺 这我们没吃 那个肉又很细 很嫩就得了 那是手工菜 小店虽不起眼 总能留得住客人 这也多亏曾在餐厅工作 多年的林依 除了自身烙梨美味吸引人外 店面也让人有种怀就位 东北角海域捕获的小卷占了全台七成的产量 在林依的巧手下 除了一般常见的清烫外 就是知道小卷米粉最能掳获人心 外面我在这附近吃的小卷米粉 都是小吃的 那它是大吃的 然后把它切开来的 差别在这儿 然后它的很天然 就是它的汤头里面 没有添加什么东西 就是很清淡 很天然的味道 很樸实 小卷米粉可以吃 好 謝謝 它的汤头里 除了有芋头 青菜等丰富配料 米粉也很特别 外面的煮的小卷米粉 都是因为细的米粉 细的米粉 细的 这种呢 这种中粗 它这个适合煮汤啊 食材米粉 西部饱满汤汁 新鲜小卷Q彈脆口 汤头也是美味关键 早上去买的 它都是当天处理的其余 我们高餐成本很高的 我们大骨每天都用很多 大骨是什么 大骨 鱼骨啊 鱼骨啊 还有一些不能加 选在八斗子海边开店 林医料理海鲜总有自己的一套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鱼市场 把最新鲜的食材再回来 现在是清晨五六点 它提回了三大袋的鱼货 准备营业 食材新鲜程度自然不在话下 我有买到的鱼鱼 也真的很好吃 这个很新鲜 这个很好吃的 我们都是用这种的 野生那个一般有什么味道 鱼的话它会有土味啊 野生粥比较鲜 对 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抓得到了 有时候抓不到了 鰻鱼外皮咕咕咕咕咕 切开处理时 林总得特别小心粘住 最后切成块 再加入蒜头 姜等酱料盐漬 但最特别的是这一味 鱼鱼这个我自己做的 鱼鱼喔 对 我们福州能做的鱼鱼酒啊 这道鸿鱼鱼 是林荫记忆中的家乡味 外表新红 糟香四溢 本是福州式的传统名菜 在海的这端 却承载了林荫的思乡之情 921那一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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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二年了 那也很久了喔 对啊 我儿子都那么大 就是说一贯能来这边 就会想家啊 想父母啊 会有这样子啊 二十多年前 跟老公领得冰箱玉 为爱嫁来台湾 当年的少女 如今已成为人母 为了养家糊口 曾在餐厅工作过 后来选择塞着创业 对老公来说 也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阿姨旺面 接吾家用阿姨旺面 在这边就是 也是自己的老家 从小在这边长大 对啊 他做的当然要支持 好 这么爱老婆 他想做的一定要支持啊 他也是很辛苦啊 我们对他好一点要对他 夫妻好感情不言而喻 但开店初期 辛苦的不只是要找货源 生意也不是很稳定 一大早起来准备材料 然后刚开始 因为地点不是很好 客人很少 我们一半做一半餐 就是熬了高餐都爆掉了 对啊 因为要新鲜嘛 不能换太多了 靠着一个仙子 漸漸做出口碑 他坚持不添加过多调味料 食材当天现买现做 才能品尝道地的大海滋味 那那个汤头很好喝 吃起来就甘甜了 原本也很好吃啊 很新鲜 我们一来过几次 上次吃 我们今天是专程来吃 客人除了好吃 又再度光临 其中让人意犹未尽的 还有这碗海鲜面 蛤蜊 蔬菜 蝦子 嚼卷 满满的料让整碗滋味鲜美极了 来到这最大的享受 莫过于吃得到新鲜海鲜 有时还有老板腌掉的美味 但是今天这个我们战国怎么样 有没有想到 没有 因为跟他的潮汐有关 从小在这边生活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小学二年级差不多十岁左右 自己赚自己的零钱 因为那个那时候 家里环境不是很好 一斤卖 几块钱啊 几块钱 就有生活味 互相的海岸有着童年的记忆 或许就是爱上这样的自然 让夫妻甘愿回到老家打拼 小店樸实乌滑 平易近人的点餐 出餐方式 都让客人觉得就像在家一样 有点怀旧的感觉 我们真是路过看到 我说这家没吃过 我们进来看看 白带鱼汤 它是永远的白带鱼去炸的 炸得酥酥的 它没有加什么 像你要有加盐巴什么 它没有 它就去盐味去炸的 而且它是当天的 对 很细节 很好吃 我来差不多七八次了 想说想吃就过来啦 桌上餐点飘出的阵阵热气 在毛毛细雨中暖心又暖胃 看客人大快朵鱼的模样 让林茵有种幸福感 有的客人说我没有很饿 你那个面那么大碗 我说你没有很饿 那你两个人吃一碗 我不要你点很多 然后剩很多 然后客人就会把它吃光光 这个好 开心 你们没有汤的要加汤吗 不用 汤头可以吗 可以喔 人家说万事开头难吗 就坚持 你客人 你东西好的话 可能会回来 用真诚直播的鲜味 填满客人的味 八豆子海边 隐藏班小店料理 有林茵夫妻朗的巧思 简单的到底少吃令人回味无穷